哈喽大家好是吧哥今天是中秋节啊今天我到越南北宁省的这个最大的购物广场到这边来逛一下到这边到这边来转转看看这边的话相当于咱们中国的万达广场嗯是北宁省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一个高端商场跟国内的 跟国内的上场基本差不多嗯最近这几年越南的经济真的是飞速发展越南整个越南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话是唐飞猛进啊嗯是飞速发展真的越南的经济这几年真的是不可瞧瞧我感觉越南马上就成为发达国家了嗯这几年越南经济增长很快嗯 嗯随着这几年中国大量的这个呃地端制造业还有代价工厂然后搬到越南越南现在工厂是越来越多了嗯中国现在是世纪工厂越南我感觉现在呃慢慢的也成也成为仅此于中国的这个世纪工厂越南的话现在工厂很多真的到处都是工厂嗯特别是北宁北疆呃海房呃这这一带 几乎全部现在都是工厂大部分都是从中国东南沿海搬过来的这些工厂嗯嗯呃嗯现在越南这边工厂最多的基本都是从中国搬过来的还有一些韩国日本的工厂嗯嗯嗯越南的是越南的这个工厂现在是越来越多工业是发展的越来越好这几年越南这边真的嗯发展特别快啊 整个经济的话嗯增长的很快我感觉越南的话再过几年真的要朝一发达国家了嗯现在越南的工资的也是水涨船高 以前的话越南的工资一千多块钱现在基本上普工的工资也达到快三千块钱人民币的相当于中国的一半要是会说中文或者是有点技术的话工资的话就更高 嗯哼所以这几年越南的这个工资增长很快工资增长真的特别快然后经济发展的话也快你看越南现在这大商场吃喝玩乐呃 一应即全这个三楼是美食街跟跟国内一样都是这种美食还有电影院二楼的话商场超市呃反正各种购物嗯人特别多 这个经济的话是一片繁龙 经济真的一片繁龙 嗯以前十年前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中国的这个大商大超市大商场也是人特别多人山人海嗯超市的话也是人买人买为患 但是这几年不知道为什么国内的大商场嗯还有这个大超市几乎都没人了国内的很多大超市像是这种嗯华人玩家的加勒福加勒福的沃尔玛很多大型超市都倒闭了 嗯但是在于南的话这都大超市还是异常繁龙真的异常繁龙购物的人特别多等一下我到二楼去给大家看一下二楼呃大超市人真的特别多还有这商场里面逛街的购物的吃饭的买东西的人多得很我给大家走走看看啊啊 这几年越南的这个经济啊真的发展的特别特别快 越南经济真的是飞速发展 我感觉过不了几年 越南的话要成为发达国家的 嗯 现在工资水平也砸起来了 现在越南的GDP啊 呃也是一路飙升 一路飙升 我估计以后的话嗯 东南亚越南有可能就是那一半万第一名 现在东南亚经济最强的是新加坡 我感觉越南的经济以后的话可能要超过新加坡了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8月15中秋节 嗯 越南的商场人多得不得了 下面还有五十字的五十字的这个二楼的话是一个大超市啊 人特别多你看 这几年越南的经济真的是发展的特别地下 大家看一下人还很多 这几年 这几年越南经济真的是腾培发展 嗯 越南北宁这里现在几乎有一半的工厂都是都是从中国东南亚海搬过来的工厂 嗯 北疆 北疆也是兴建的很多工厂 整份越南现在工业是越来越发达 工厂的塑料也是越来越多 现在我感觉整个 现在我感觉嗯 整个东亚地区啊 中国的工厂应该算是最多的 下来的话可能就是越南的工厂 越南的工厂也是非常的多 你看越南8月15这个商场真的特别热的 经济真的是一天发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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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